Hello,大家好,我是And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去年跟大家介绍过一款免费的全平台都可以使用的VPN Proton 但是很多小伙伴反映说这个在内地不能使用 因为这个VPN的话呢,我实际上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我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你们的网络环境是怎么样子的 我这边呢,是广东移动300兆宽带 我这边呢,不管是电脑还是手机,它都是一直可以使用的 那么在电脑上高峰期呢,它也可以跑到十几万开的一个速度 非常的惊艳 那么基于各位小伙伴的要求呢,我今天再重新为大家分享一次 好的,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打开浏览器,在这边直接输入它的网址 好的,进入它的主页呢,它是全英文界面,我们可以给它翻译一下 OK,翻译成中文,这样便于我们解说 那么它的优点就不用讲了啊,非常安全,快速,隐私都是没问题的 关键是呢,它可以长期免费,无线流量 那不像其他的免费VPN,一个月可能是10G,可能是这个5G等等啊 它这个是无线流量的 它所使用的平台,可以说是全平台的啊 这个大家看到,Windows,MacOS,Ninux,Android,AndroidTV,OS,iPad等等 在一个账号呢,最多可以登录10台设备,同时登录 总部位于这个瑞士啊 这是有市场最严格的隐私法的保护 好的,我们直接下载啊 在这个下载平台这边下载 大家在这边下载也可以啊 这个地方下载也可以啊 就是一样的 大比方我现在要下载这个Windows的版本 我直接点这里下载就可以了 这里直接下载 那它翻译过来叫字字啊 直接点这里下载 大家看到这个下载速度还是蛮快的啊 OK,下载完以后我们直接双击安装就行了 那这一个呢是限制非常大啊 没有这样一个中文啊 没有中文啊,没关系 我们照常安装下一步 下一步 安装完毕呢 它就是这样一个界面啊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账号 因为我之前注册过了啊 我直接登录就可以了 假设大家没有注册过的话呢 那就可以重新注册一个画面 那么注册步骤 等一下我在手机上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登录以后的话呢 现在它需要这样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的啊 我现在呢就把我的这个VPN给它关掉啊 关掉 那么这个地方呢 很多小伙伴在分享经验 说这个连接这个VPN的时候呢 一定要先打开另外一个VPN 它才能比较好连上去啊 那我们试一下 不用打开其他VPN的情况下 看好不好连 我们这个地方点跳过 这个地方有一个快连啊 快连 我们暂时不管它 我们先看看下面这样一个 它有三个常规的就是国家 是可以这个免费连的 一个是日本 一个是荷兰 一个是美国 OK 这下面的话呢 都是VIP的啊 我们用不到的 好的 那想连的话呢 我们随便打开哪一个打笔 我们打开美国节点 我们打开向下箭头 那么这一边的话呢 看到这个绿色的部分呢 这个占的百分比越大的 那么表示它的速度越快啊 你鼠标停在上面的时候呢 它这边也会显示一个百分比 大平方些 现在这个是73% 那这个是69% 那大平方黄色的 那这个是76% 那其实都不错啊 看看这个日本节点 这个是74% 84%等等 但是这个黄色的呢 表示连接的人是比较多的啊 那我们随便就找这个美国的节点 我们点后面这个地方 Connect 连接 我们试一下 第一次连接的话呢 它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点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那现在再连这样一个啊 Connecting United States 也就是US的这样一个 FRE 这个是免费 Free免费的 这个是300.051 这个节点 那现在正在连接 等它这个进度条跑完以后的话呢 就应该可以连上了 我们 稍等片刻 后面这一个啥意思呢 就是刚刚连这个 118.003 那已经失败了 那么现在连这一个 这是自动的啊 连不上的话 它会选择下一个 好的 现在 到这个界面 那Connected 这里显示已经连接上了 那么连接的位置呢 我们看看这里啊 这个是United States 这个是它免费节点当中的 U2005室这个节点 那在下面也看得到 这个U2005室 这边是已经连接上了啊 连接的就是这个节点 OK 那我现在是没有打开 这个其他VPN的情况下 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分半钟 它就连上了 那目前是63%的一个信号强度 那我们打开这个浏览器啊 我们打开YouTube测试一下 打开速度非常的快啊 非常的快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四开视频 来测试一下 我们跳过广告 好的 现在已经开始播放了啊 我们看看它现在的一个清晰度 它自动是1440啊 1440的 我们给它调到最高啊 4K我们看一下 这个速度非常快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详细统计信息 那目前来讲的话呢 是7万多 那68000的一个速度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稳定的7万 目前来讲的话呢 现在是礼拜六晚上8点58分 也算是一个晚高峰期啊 目前涨到9万5 现在上了10万K的一个速度 我们再给它快进一下 大家看到快进也是非常的快啊 目前稳定在10万K 好的 我们现在尝试给它换一个 看看啊 换一个大比方 我们换一个 这个 我看看荷兰的节点怎么样啊 哦 不行 荷兰的离用太远了啊 看这里都看得到 我们看看这个日本的怎么样 大比方 我们连接一下这一个啊 点这里连接一下 好的 现在已经连接上了啊 这个速度非常快 大概过了十几秒的时间 十几秒 大家看到这边是 这边是日本的 这样一个免费的 225-012的一个节点 好的 我们再回来这边 我们给它刷新一下看看 目前的清晰度呢 也是2160啊 他们的一个详细统讯息呢 这个速度非常慢 这里显示2500 这个让我很奇怪的是呢 这个2000多的速度 它也可以播放这个4开的啊 看起来是 一直在播放呢 没有任何的卡顿 这也是让我非常奇怪的地方 那电脑这边呢 我们就演示到这里啊 接下来我们看看 在手机上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好的 好的我们来到手机端 我们要先连上一个节点啊 先连上一个节点啊 我们连一下这个 USA的一个节点啊 节点连上以后的话呢 来到桌面 我们打开Gspace 我们打开这个谷歌商店 打开以后 我们直接在这边搜索啊 大家看到这一个就是了啊 这个就是了 Burton VPN 我们点这个地方安装 OK 安装好以后 我们再回到桌面 打开Gspace OK 大家看到啊 我们 点击打开一下 现在启动 好的 因为我之前呢 自己已经试过一遍了啊 所以它自动就登陆到 我的账号里面来了 这个地方呢 是获取它的一个套餐啊 那这边是一年的 这边是一个月的 后面是相应的价格 那我们是要白嫖啊 所以我们就不买了 大家看到下面很多这个国家呢 那它都是这样一个代加号的啊 都是VIP 是VIP级别的才可以用的 那我们现在点呢 也是没反应的 那我们怎么用呢 我们到前面来 这里有一个fast的 直接点这个地方 点一下 那它自己的选择一个 shanow 来连接 OK 目前它选择的是荷兰 看看咱们的连上 我们这里点取消连接啊 我先把本身的这个 VPN呢 给它关掉啊 重新再点 重新连接 那它选的还是荷兰 正在连接当中 稍等一下 第一次连接呢 速度肯定是比较慢一点 现在也是在选啊 这个接待连不上 它会换一个重新连 直到连上为止 好的 经过了9986秒啊 终于连上了 实际上呢 我是等了六七分钟啊 等了六七分钟 所以这个节点非常难连啊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 大家看到 它是一个波兰的节点啊 这里也是免费的啊 波兰免费的这个 三三区015的一个节点 目前信号强度是66% 这个IP是这个IP 那好的 我们打开浏览器 试一下 打开速度 看起来有点慢 我们尝试播放一下 虽然已经开始播放啊 但是看起来非常模糊 应该它的速度非常慢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播放情况 目前是自动480的 我们看看它的详细统计信息 目前很可怜啊 只有781 现在上了1300 那目前的速度是2002 慢的很稳定啊 我们尝试给它快进一下看看 目前是2009 可是这个节点速度还是很慢的啊 刚上三圈 刚上三圈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节点情况啊 刚才我们在电脑上演示的时候呢 其实只有三个 只有三个国家可以用啊 我们点这个地方啊 看一下啊 手机上呢 它是有五个国家可以用的 我们电脑上呢 刚才是一个什么 荷兰 美国跟日本 这三个是可以用的 那么手机上呢 它现在加了一个波兰跟罗马尼亚啊 那目前呢 大家看到 连到的是波兰的一个节点啊 现在它的信号强度 73%算是蛮好的了 但是它实际上呢 这个速度还是慢的啊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看一下 它这里有个按钮啊 Change Server 这里是 就是更换服务器 我们点击尝试一下 那目前尝试一下的话呢 它跳到美国 我看看能不能连到美国的 OK 这个美国速度很快啊 大概十来秒 就连上了啊 连上了 这个节点是这样一个节点 大家看到啊 IP是这个IP 好的 我希望呢 这个节点会快一点啊 我们回到浏览区看一看 那大家也看一下呢 我其他东西没打开啊 其他没打开 就是这三个东西 表示确实是这一个 这一个VPN的 我们 这个地方啊 我们给它重新刷新一下 好的 现在也是正常播放啊 我们看看它的一个播放详细情况 那目前是7800 表示这个美国节点是快很多啊 那大家看到这个美国节点的话呢 它的信号强度是22%啊 但是说它的流量呢 就快很多 目前是7800 那我们尝试给它快进一下啊 现在掉到3500了啊 这个速度只能看个720p的 还差不多 那么现在是往高峰 周六晚上的9点47分 我的网络环境 也有很大的关系啊 你们的网速 比较快的话啊 那我相信这个速度会强很多 目前是到5000的一个速度 也就是每秒5兆的一个速度 那我们手机上呢 我就演示到这个地方啊 我只是证明了 在手机上是可以用的啊 目前我连到这个WiFi也可以用 我刚才连到这个 手机卡上的网络 它也是可以用的啊 目前到了6000 好了 本期节目呢 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主要介绍的这个 铺腾VPN呢 在电脑上 跟在安卓手机上的 一个使用情况 还是还是由小伙伴呢 连不上的情况下啊 愿意还是提前打开 其他的VPN节点 然后再来连这个 铺腾VPN 好的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